我与迪姐同时定下亲事 她选择将军府 我便嫁穷书生 谁知小将军在她嫁过去当日奉命出征 战死沙场 而穷书生连中三远 前途不可限量 迪姐在将军府守了两年 哭闹着要归家 一向疼爱她的父亲却给了她一巴掌 要她死也要死在将军府 迪姐疯了 趁我去探望她时 用金簪杀了我 再睁眼 我们一同回到了吉吉那日 这次 迪姐抢先说自己要嫁给书生 我笑了 养尊处优还不用操持家事的清闲日子 迪姐竟然不喜欢吗 迪姐抢过书生家的信物时 我便知道她也重生了 前世 她想也不想便拿了将军府的玉佩 将书生家的香囊扔给我 妹妹 我也没其他意思 只是将军府的二公子虽不是长子 但也是迪初 你嫁过去 恐怕逃不了好 还是这书生与你般配 而今生 她依然只高气扬 归晚 谢氏清苦 姐姐向来疼你 便将嫁入将军府的好亲事让给你了 迪姆经落了茶盏 鲑鱼 姐姐紧紧捏着手中香囊 附在迪姆身旁 耳语了几句 迪姆的脸色由音转情 但目光仍然凝重 鲑鱼 你可想好了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这不是还有娘吗 迪姐将头靠在迪姆肩上 撒娇道 迪姆沉硬片刻 终是咬了咬牙 好 娘依你 我与迪姐的亲事就此定下 只是置办嫁状时 迪姆以将军府富贵 谢家清贫为由 将我原本就不丰厚的嫁妆 又削减了一部分 添给迪姆 我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说的对 将军府富贵 而谢家 就不知道迪姆那十里红妆 甜不甜的满谢家的愈贺了 前世也是如此 迪姆将两家信物 摆在我与迪姆面前 任我们挑选 但我知道 我根本没有选择 迪姆拿走了玉佩 将香囊抛给我 她十里红妆嫁入将军府 为她小教嫁给谢义安 我们的命运 本该如我们的出身那样 她是高高在上的告命夫人 我是人为言轻的小官妻室 谁知迪姆嫁入将军府当日 霍姆便接到军中急令 随父兄出征 一家男丁都战死沙场 迪姆成婚三月 便守了寡 她连日哭闹 寻死觅活得要大归 迪姆心疼她 哄她说只要为霍姆守丧三年 便想办法让她归家 可连我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霍家满门中烈 我爹要是敢让迪姆归家 岂不是叫同僚戳着几两鼓骂 更何况大哥去年入朝为官 正是要紧的时候 他在如何疼爱迪姆 也约不过儿子 迪姆又勉强在将军府待了两年 期间无数次寻死密活 最后一回 将军府老太军派人请父亲迪姆过府 指着迪姆说 将归于接回去吧 她大好光阴 何必在此蹉跎 父亲吓得跪拜请罪 因为老太军不但是将军府的老夫人 更是当今陛下的嫡亲姑母 昭华大长公主 回到房中 父亲抬手便给了迪姆一耳光 恶狠狠地说 正归于 你死也只能死在将军府 迪姆不甘 尤其是她从父亲口中听说 我的夫君谢一安 已经被清点为太学博士 前途不可限量 她要见我 嫡母亲自上门请我去宽慰她 我只能前往 进了将军府 先见到老太军 她握着我的手 叹息道 好好劝劝你姐姐 我有意放她归家 可你父亲 老太军拍了拍我的手 用了个委婉的说辞 太过谨慎 我一边往迪姊的院子里去 一边想老太军位高权重 宽和仁慈 迪姊到底有什么不满足的 谢家长辈要是如此好相遇 我梦中都能笑醒 却不想迪姊日日回想 我们一同挑选亲事那日 已经疯魔了 明明她才是嫡出 明明她才应该金尊玉贵 被封告命 迪姊怨恨之下 用金簪杀了我 随即自裁 所以她发现自己重生后 迫不及待地抢了谢家的亲事 这下好了 不必做梦 养尊处优的清闲日子是我的了 九月初三 是政府两位女郎出阁的日子 这本是迪姆为迪姊挑选的良辰吉日 但为了让我赶在霍姚处征这日嫁过去 迪姊磨了迪姆许久 才终于让迪姆点头 让我们同日出阁 我被吹吹打打地抬进将军府 尚未跪拜双亲 一阵纷乱的马蹄声便踏入朱门 婢女们有条不紊 在一道温婉女生的指引下将我送进新房 静待片刻 一双黑色短靴停在我面前 归娃 军中吉令 我即刻便要启程 团扇被揭开 轩然狭举的青年身披甲咒 望向我的目光含着愧疚 委屈你了 我愣了愣 霍姚 竟生了这般好相貌 郎君 我扔了团扇 挥退左右 从香中拿出早已备好的护身符 郎君 我昨夜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大婚当日便受召奔赴燕北 监军贪功冒进 命你与大伯追击敌扣 而你们遭受埋伏 不幸重伤 大雪风露又断了粮草 霍姚眼中的震惊逐渐变为凝重 燕北军情乃是机密 非我一个规格女儿能知 我咬了咬牙 将护身符双手奉上 郎君 我养在身归 不通军事 本以为一场噩梦 谁知今日 万望郎君引以为戒 甚至众之 归晚在府中静待郎君凯旋 霍姚一言不发 护身符躺在手心 随我手掌的颤动轻轻颤抖 我本可以袖手旁观 不必冒险 任霍家儿郎战死沙场 以为亡人的身份守在将军府 老太君会善待我 父亲嫡母会敬重我 甚至陛下会自我告命 什么深归寂寞 对我来说 反是好事 可我自幼听霍家军的故事长大 我的外祖父早年在边境经商 欲难门来犯 是霍老将军救了他一命 姨娘拍着我的背 哄我睡觉 一遍一遍讲的都是霍家军的事迹 我正归晚一介庶女 谨小慎微 可我知道良心二字怎么写 我不忍那位托娘家弟妹 替我添了两台嫁妆的老太君 一夜白头 也不忍下教时 奶生奶气提醒我二婶婶 小心脚下的幼童失户 更不忍数万将士丢了性命 两久的沉默后 一只骨骼分明的大手 从我掌中拿起护身符 多谢 霍瑶出征 我也没闲着 外祖家生意遍布大江南北 在圣经也有几家商行 我拿着姨娘留给我的信物 去离将军府最近的那家留下口信 请外祖父派遣一位信得过的管事来见我 本以为要等待些时日 不想第二日 便有一位女郎上门拜访 在下孙家掌房 孙诺 她穿着一身男装 却并未刻意扮作儿郎 台币向我行了一个拱手礼 如今孙家在圣经的生意都是在下打理 如二夫人信得过在下 但请吩咐 我双眼一亮 没想到这时候 她便已经在打理圣经的生意了 前世 我与这位表姐也有一面之缘 那是我与谢以安成婚的第三年 婢女拿着我的手势去典当 被表姐认出这是孙家给我的天装 她带着一打银票上门 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我不想叫她为我担心 正要找说辞遮掩 便被文讯赶来的谢夫人呵斥了一顿 说我自担下见 竟与商户来往 表姐被弃得拂袖而去 走前却仍然将银票压在了茶盘下 我当着谢夫人的面 叫婢女将银票还回去 娘说得对 我们谢家 不能用商户的银子 那时 谢以安刚被请点为太学博士 需要银钱打点 而她的小妹与高门定亲 也要置备丰厚嫁妆 我却将到手的银钱退了回去 谢夫人被弃个倒养 拿茶盏砸破了我的头 说自己心口疼 叫我顶着伤在床榻前伺候了她一夜 任她如何折腾 我也不愿再去寻表姐 好在 老太君并没有这样的偏见 我同她说 我的姨娘出身孙氏 她还笑着夸赞孙氏的珠宝橙色极好 叫我下次也一道去挑选 想到这里 我不再犹豫 对孙诺行了个大礼 请表姐相助 我与孙诺密谈了半个时辰 离开时 她捧着钱侠 归晚 你想好了 这可是你全部身家 我点了点头 从我对霍瑶说出那番话开始 便已经是场豪赌了 既然如此 为何不搏个痛快 霍老将军待我孙氏有恩 归晚 你放心 我必不负你所托 孙诺看我的眼神 已有钦佩 送她离去 我也登上马车 回到政府 今日是我与正规于回门之日 老太君早就为我准备了丰厚的回门礼 妹妹如今真是贵人 这个时辰才回来 正规于望着两辆马车也装不下的后礼 眼里闪过一丝恼怒 但很快 又被格意取代 不过也不怪你 新婚当日霍家二郎便出征了 你大概连夫君的相貌也没有看清吧 战场上刀剑无眼 要是 她捂着嘴 是姐姐说错话了 妹妹莫怪 我笑了笑 既然姐姐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为何不起身赔罪 她面色一变 正规晚 你是架了高门 便不将我这个嫡姐放进眼里了吗 嫡姐出言不逊 是没把将军府放在眼里吗 我也冷下脸道 正规于一愣 玄机恼怒的指着我 瞧你这副小人得志的猖狂模样 与你姨娘一样下 谢夫人慎言 不等我开口 老太君赐给我的婢女已经开口喝吃到 这个婢女是从宫中出来的 腰间还佩戴着公涛 正规于不敢造次 只能怨毒的弯了我一眼 我们静坐着喝了一盏茶 父亲才带着谢乙安走进花厅 只看一眼父亲的表情 我便知道谢乙安如前世一般 哄得父亲心花怒放 连中三元之人 又怎会是花架子 正规于此时又得意起来 她装作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 走到我身边坐下 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道 妹妹 你姐夫不但才貌双全 但我也十分敬爱 新婚当夜 她便对我承诺 此生绝不纳切 我点点头 这个我信 谢乙安上辈子也是这么同我说的 直到我死 她也并未实言 只是我看了正规于一眼 并不打算提前为她揭晓谜题 这次是她要选的 不是吗 正规于对我的反应很不满意 可是父亲与谢乙安已经入座 她再说什么便很容易被他们听见 只能信信然地闭嘴 姨娘去世后 我在政府已经了无牵挂 用过午膳便提出告辞 父亲与嫡母都无意留我 只是叫管家送我出门 门外不远处 停着一架轻步马车 我多看了一眼 恰在这时 一阵风吹起车帘 露出车厢里 痴痴望着政府的富粉和狼 真是有趣 我笑了笑 转身登上将军府的马车 接下来的两个月 我除了与孙诺见面一世 便是在将军府中陪伴老太君 我主动求老太君教我理事 姨母从一开始就没想过 要将我嫁到高门大户去 所以除了基本的女工富德 并未叫我管家 前世嫁去谢家 谢夫人自己都出身贫寒 更教不了我什么 老太君对我的请求很高兴 好啊 你虽然不是长媳 但多学一些 也是傍身的本事 她将我与霍姚的包妹霍游方 放在一起教导 如何管家 查账 如何交际 收拢人心 霍游方学的抓耳囊塞 我却很珍惜这个机会 不仅学 还爱问 老太君经历不济 大嫂便主动叫我去看她理事 霍游方大为探服 一来二去 我与她也熟识起来 闲暇时 她提出教我骑马 我乐得多学一些东西 却没想到我竟然很有御马的天赋 她教了我三天 我已经能自己骑着马小跑 属于霍姚的猎马 在我手底下温顺的不像话 霍游方笑嘻嘻地说道 二嫂 你与二哥真是天作之和 连他的马都喜爱你 他打去玩我 又问 二哥写给你的信 你看了吗 我摇摇头 我没接到信 怎么可能 霍游方急得勒住缰绳 拉着我便回府 二哥给我的信里千叮咛万嘱咐 叫我看顾好你 怎么会不给你写信呢 一定是你上午出了门 还没看见 我被霍游方推着进了卧房 却真在桌上看见一封未拆的信 无期 龟娃 清起 霍游方嘻笑着念出信封上的几字 夸张地抖了抖肩膀 将信塞进我手里 二哥太肉麻了 二嫂 你慢慢看吧 说完 他还为我贴心地带上了门 我迟疑了一会儿 才拆开信封 却没想到纸上只有一句话 孟卿 叛孟成真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又缓缓吐出 他在告诉我 我的孟成真了 霍家军被围困燕北的消息传入圣经时 正归于立即打着安慰我的旗号登门探访 却被婢女告知 我伤怀过度 病得起不了身了 他装不作样地在老太君面前落了几滴泪 得知我实在无法见客后 半是遗憾半是幸灾乐祸地离去了 霍游方在给我的飞哥传述中写 二嫂 真不敢相信你们是亲姐妹 世间竟有词等小人 我霍游方算是长见识了 我没有执笔给他回信 只是将他的信指折了折 又绑回信哥腿上 这是我们约定的报平安的方式 此时 我已经离燕北不足百里 接到霍游家书当日 我便去见了老太君 我虽然早就做了打算 但霍游若是不肯信我 我也无力在做什么 可他信我 我鼓足了勇气 踏入老太君的居士 短短两个月的相处 我已经将他当做亲祖母了 我跪在地上 将我对霍游的说辞 又对老太君说了一遍 然后 我奉上霍游的家书 老太君沉默了许久 才对我说道 可你此去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如何跟二郎交代 如何跟你父亲交代 我笑了笑 握住他冰冷的手 祖母 我此去是与郎君同生共死的 至于我父亲 他本也不在乎我一个树出女儿的性命 我将目光投向窗外 徐徐说道 祖母 我是庶女 姨娘去得早 父亲和嫡母都只将我当个物件 可是我嫁过来后 您带我好 游方带我好 大嫂也带我好 就连折出去吃到好吃的一趟 都不忘给我带一块 老太君落了泪 你这孩子 这些好 哪值得你拼上性命啊 我也跟着落泪 投我以木瓜 抱之以穷居 更何况我一个荒谬的梦 狼君冒着杀头的罪也信了 我若退缩了 怎么对得起他 怎么对得起数万将士 老太君默然良久 忽然将我扶起来 按在座榻上 接着 他竟然脸刃向我含了一礼 祖母 归完 老太君握着我的手 温声道 你此去 便是获释的功臣 待你平安归来 祖母亲自为你请封献主 今后再无人能欺辱你 哪怕是你父亲敌母 若是二郎待你不好 祖母也许你们合离 是爵位 不是告命 这意味着 今后就算我与霍瑶合离 他依然属于我 归完 去吧 老太君亲自从他的府兵中挑选精锐随我北上 我们混在孙氏的商队中掩然耳目 只是我没想到 这只商队的领头人竟然是孙诺 他仍然是一身男装 英姿飒爽 没有我 你以为你能一路调动孙氏的商队 况且这一仗胜了 我说不定也能混个皇上当当 到时 将军夫人可要替我美言几句 我与他相视而笑 好啊 一路向北 雾雪风霜 江山银色相连 这一路都有孙氏的商队带着自从汇入我们的队伍 等到燕北关时 商队已经长得箭头不见尾 路也越来越难行 最后这百里路我们走了足足四天 终于 车轮都陷进了厚重的积雪中 换雪橇 将军府的护卫和商队的护卫一起将我的命令传达下去 我们从圣经带出的马车 车底都做了改造 只要拆开取出 便是一只鞘 可以在雪地里滑行 护卫们将雪橇绑在马上 鞘与马车的容量 数量都差之甚远 想要将全部的粮草运过去 大约要七八趟 但最后这一段路 只能用这种愚钝的方式将粮草一点点运过去 霍瑶的猎马也被我带了出来 他从进了雪地开始便有些焦躁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抚摸他的鬃毛 低身安抚 孙诺走过来 递给我一块米饼 吃点东西吧 我道了声谢 伸手接过 一道人影忽然向我扑过来 幸好霍家的护卫寸步不离 当即抽刀斩去 被斩断手的男人躺在地上痛苦爱好 我才发现那是个瘦骨临寻的流民 寒风凛冽 传来一声声乌液 我转眼望去 光秃的树丛里竟还躲着一群古兽伶丁的男女 孙诺叹了口气 对我道 可您给了他们食物 他们也活不过这个冬天 更何况流民难以控制 若是伤害到您 我摇摇头 打断他的话 他们不过十几个人 有了前车之鉴 不敢造次 分一些食物给他们吧 能多回一天是一天 护卫长拗不过我 只能将食物扔了过去 三十只雪橇都装满后 我骑上霍摇的马 孙诺则留下来与剩下的队伍原地驻扎 等待我们将空雪橇送回来 这是我跟孙诺商议后的结果 也是我此行的原因 霍家父子出征 带走了清兵 留在府中的护卫 也并不是他们的熟面孔 此时 只有霍家人能靠近警戒的城池 老太君年纪大了 大嫂上有墙堡中的婴孩要抚育 游方尚未出阁 我这个心腹 竟然成为了唯一的人选 最后这一段路 我们又走了一个时辰 天地茫茫 仿佛看不到尽头 纵使我裹着最上层的壶球 蹬着最暖和的羊皮靴 仍然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娇嫩的肌肤早已被寒风吹得寸裂 纤细的食指因为洞窗而变得红肿粗大 手臂小腿传来阵阵刺痛 我扶在马背上 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正归完 就是这最后一段路了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摆布你的人生 因为你的姨娘是商户女 因为你是树出 就亲你 见你 世人与我层层枷锁 我偏要层层打破 这股信念 支撑着我并不强健的身体 在风雪中 前行一步 又一步 二夫人 护卫长又惊又喜 到了 我拉开东帽 抬头 千云低垂 巍峨城墙拔地而起 仿佛黑龙横卧 只有一面面红色旗帜在风雪中招摇 一只利剑擦着马头而过 来者何人 我接过护卫长递来的军旗 展开 与城墙上相同的旗帜在我手中招战 我乃霍摇的妻子 正归完 墙头上兵足面面相去 手中弓箭仍然指向我们 我安抚的摸了摸马踪 可叫我夫君霍摇出来相认 我在此禁后 一个百夫长的头缩了回去 我裹紧大厂 但不敢再戴上冬帽 风吹得我脸上刺痛 终于 一个披着甲皱的青年出现在城墙上 他低头 我抬头 风雪中摇相望 我有些紧张地抓紧缰绳 正如我看不清墙上的人 是否是我一面之远的夫君 我也担心他认不出城外之人是我 赶走我是小 射杀我是大 开城门 我松了一口气 才发现羊皮手套已经被磨破 手掌被勒出一道血痕 霍摇大步走到我马下 你怎么来了 他接过缰绳 打亮我惨白的脸色 还好吗 我点点头 我来送货 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护卫揭开照步 露出里面堆得满满当当的凉草 燕北一带狂风暴雪 信哥飞不进来 传令兵只传军情 所以他并不知道我的行动 霍摇看我的眼神 有震惊 有动容 似乎 还有一丝钦佩 多谢 霍摇挥了挥手 几个军事上前将照步一一打开 仔细查验 他的目光又回到我脸上 这是军令 你不要多心 我 我扶你下马 我点了点头 他扶住我的胳膊 将我从马上扶下来 洞江的脚掌在站立时传来一阵阵刺痛 我皱了皱眉 对霍摇说道 还有八十车子重 都被大雪封在了山道外 请郎军派人将雪橇送回去 至于这些护卫 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让他们歇息吧 霍摇点点头 这些我来安排 你入城休息 我没有逞强 对他道了声谢 跟着护卫们一道入城 领络的军事将我带进了一间宽阔的房屋 正南的墙壁上 挂着一副铠甲 旁边摆着一杆枪 一柄剑 我手指轻轻抚过铠甲上斑驳的刀痕 心底一阵阵激荡 出来太久 我已算不清日月 刚才的军事告诉我 今天是大月二十三 前世 霍摇就是在今日 重伤不治 他十六岁随父出征 率兵八百 对击敌营 占卜首辱二千三百人 十七岁霍峰招五校尉 同年领兵驱逐南蛮三百里 十九岁娶亲 却因监军贪功冒进 命他与兄长追击残扣 兄长被俘 他拼着重伤 将兄长的尸首从敌军手中抢了回来 一颗冉冉升起的江星 就此陨落在燕云城 连师梁子 霍老将军一夜白头 却仍死守不退 没有粮草 没有援军 有的只是南梁热血 与身后燕北十三城的百姓 最终霍家军守住了燕云 代驾是兵马折损大半 主将战死 燕云城十十九空 举国搞肃 无数白头送黑发 而今天 这场噩梦 永远只是一场噩梦了 我靠在躺椅上 安稳睡去 霍瑶将我抱到床上时 我醒了 屋里心烧了个探盆 暖哄哄的 我拉住霍瑶的胳膊 狼君 你醒了 霍瑶卸下甲咒 只穿一件礼衣 肃杀之气淡了几分 勾唇一笑 显露出几分少年义气 饿不饿 我给你带了腌肉 他小心翼翼展开一个纸包 这可是我从我爹嘴里抢的 如今粮食短缺 要吃上肉可不容易 伦言 我有些紧张 我带的粮食不够吗 我对你们需要多少粮食并无概念 也不敢去问祖母 只能请表姐将我的钱拿来定做雪橇 剩下的全部换成粮食 霍瑶眼神一动 在床榻边坐下 将我的双手拢在她的大掌中 不够支撑我们打完这场仗 但足以让我们等到金钟掉拨粮草 我松了口气 那就好 这时 我才发现我们之间离得有些近了 呼吸交缠 在寒冷的冬日却愤外灼热 霍瑶目光灼灼地看了我一会儿 直到我两颊发烫 她才沮丧地吐出一口气 都娜 现在不行 我没听清 郎君 龟娃 你休整几日 便与伤队一起回京 她从床边的小屁里取出药膏 摊开我的手掌 将药膏细细涂抹在血痕上 我点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这里 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令郎君分心 好了 她收起药膏 将我塞进被褥里 这里离北夷人的营地很近 他们时不时会来夜袭 但不用担心 有我在 她握着我的手 仿佛哄孩童一般拍着我的背 继续睡吧 连日舟车劳顿 早就令我疲惫不堪 我本想再与霍瑶说说家中诸事 但刚一挨着枕头 眼睛便睁不开了 只觉得有人撩开我的病发 溃叹 瘦了 我们并未在燕云城久留 休整几日 趁着雪亭 便又踏上龟城 霍瑶送我们出城 走远后孙诺回头 望着她持刀而立的身影 对我道 祖父这下可以安心了 我不解其意 她笑着道 祖父一直觉得亏欠你娘 当年家中遭难 迫不得已才将姨母送给你父亲为妾 并不是想攀附权贵 后来家中生意终于做大 姨母却早早病逝了 她拽了拽缰绳 继续说道 说来我能掌管圣经的生意 还要托你的福 家里本来不愿意 让我一个女子执掌京城的商会 是祖父立牌众议 扶持我上位 她只有一个要求 要我照扶你 我回想起前世 不觉恍然 今日出城 霍孝卫竟然跟着你称呼我为表姐 我便知道 她必定会敬爱你 孙诺一扬马鞭 走了 出来这么些时日 也不知道我的生意如何了 来时装着一车车自重 去时便轻松许多 越往南 路也越好走 来时花了一月 回到圣经却只用了二十日 我一回府 便有婢女来报 嫡姐又登门了 看来她不见到我 不会罢休 我换了衣服 去花厅见她 郑鲑鱼却并没有我上次见她那么容光焕发 我算了算时间 她应该已经无法忍耐了 成婚四月 那容貌俊美 才华横溢 高中介缘的夫君 夜夜挑灯苦毒 从不踏入她的房门一步 至今未与她圆房 但这些苦水 郑鲑鱼是不会向我倾倒的 我一出现 她又变得趾高气扬起来 她打亮着我阴州车劳顿而憔悴的脸色 仿佛误解了什么 得意道 归晚 燕北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也不必太过伤怀 我们总归是一家姐妹 等你姐夫做了高官 我会让她照扶你的 是吗 我坐下给自己添茶 那多谢姐姐了 我的退却让郑鲑鱼连日以来的玉器一扫而空 她继续道 只是你就不要想让父亲将你接回家了 霍家满门中烈 你就算是死 也只能死在霍家 她摇头叹息 可怜你年纪轻轻 便只能在这园子里蹉跎了 霍家富贵 我不缺持穿 在此没什么不好 我微微侧头 露出我特意戴上的一根不摇 倒是姐姐 谢家的生活辛苦 姐姐头上簪的 手上戴的 似乎都还是旧日的首饰 是没有钱买吗 正规于脸色一变 她陪嫁丰厚 再如何补贴谢家 也不至于嫁过去几个月 便没有银钱添置首饰 只是每当她出门逛街 小姑子便一定要跟着 她买什么首饰 小姑子也要买 不但要买 还要孝敬家中的婆母 若是不从 小姑子便会闹到谢一安那去 读书人要脸 不肯花妻子的嫁妆 当着她的面便斥责妹妹 可是转眼 又会用失望无奈的眼神看着她 随后几日 不说踏入她的房门 就连面都见不到 直到她亲自买了首饰 去同婆母赔罪 谢一安才会踏入她的房中 或是亲自为她画眉 或是为她画画提示 三言两语便哄得她没了怨言 一来二去 正归于干脆自己也不买首饰了 这些 她自然不会跟我说 只是咬着牙冷笑 妹妹抓紧时间带吧 再过段时间 别说不摇 衣裙都只能穿素的 姐姐这是何意 我笑着望着她 她气得胸口起伏 干脆凑到我耳边 一字一句道 妹妹还不知道吧 画廊已经死在烟云城了 不知为何 听她这么说 我心中有些不快 我直起身子 轻声说道 姐姐就这么相信一个梦吗 那梦没有告诉姐姐 谢义安为何一直没有同姐姐原房呢 她默得瞪大眼睛 燕北战局已定 正归于再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所以我不介意叫她知道 重生的不止她一个 答案就是 我挑起她一柳长发 恶劣道 我不告诉你 你自己去找吧 白日鞋渐长 风吹暖春来 霍游芳早定好了位置 天还未亮便拉着我去沿街的酒楼 迎接霍家军凯旋 我已在窗边 街上打马而过的青年似有感应 抬头与我相望 二嫂 二嫂 霍游芳摇晃着我的胳膊 二哥在看你 好多女郎扔香包给她 你赶紧也给她扔一个 我没带 话未说完 霍游芳已经一口气塞了七八个香包给我 我好笑地看了她一眼 朝霍游扔了一个出去 却不想准头和力道都差了一大截 眼看香包要落入人群 霍游忽然甩出马鞭 将香包卷了回去 她抬头 正要朝我一笑 便被霍家大郎一拳头捶在手臂上 二哥出风头 被大哥训了 霍游芳挽着我的胳膊 笑得前腹后仰 军队走过 我与霍游芳也回到府中 她如只小雀 欢快地同老太君与大嫂说今日的见闻 老太君笑道 那你今日 可见到你未来夫君了 见到了 走最后 霍游芳笑嘻嘻道 幸好她还能骑马呢 不然看都看不见她 她年前与公爹麾下一个复卫病的亲 夏天也要出阁了 大嫂起身去制备宴席 为儿郎们接风洗尘 我也要去帮忙 却被她推了回去 归婉 你回去换身新衣 我不解的看了看自己的衣裙 大嫂叹了口气 叫她身边一个婢女将我送了回去 婢女送我到房中 同我的婢女们耳语了几句 她们竟然翻箱倒柜 将我的嫁衣找了出来 这个替我更衣 那个替我上妆 折腾了足足一个时辰 将我与初隔那日打扮得一模一样 最后 一把团扇塞进我的手中 婢女们同我行了个礼 转身退出去了 静待片刻 一双黑色短靴停在我面前 归婉 她道 我回来了 三日后 霍家设宴 广妖亲友团聚 郑归于身为我的嫡姐 自然也接到了帖子 当我看到她春风满面的 带着谢一安 以及谢氏女郎一到上门时 我便知道 谢一安铲除了 我在她心里埋下的 名为怀疑的种子 归婉 画廊活下来了又如何 她终究不过一个武将 郑归于在无人处叫住我 冷笑着说道 春雷放榜 谢一安中了会员 而我腹中 已经有了她的骨肉 我微微一正 郑归于将我的反应看在眼里 轻浮小腹 她不愿意碰你 别以为我跟你一样 郑归婉 这一世过得好的 一定是我 而我看她的眼神 只剩怜悯 前世 我撞见那件事的时候 最庆幸的事情 便是她不愿意碰我 没有让我为她生下孩子 而这次 为了打消郑归于的疑虑 谢一安与她圆房了 我看一眼远处 谢氏女郎头上 价值千金的朱差 难得没与她争论 转身走了 九个月后 正归于诞下一子 谢一安也在同月 被清点为太学博士 嫡母叫我一同去参加满月宴 话里话外敲打我 要为嫡姐背上厚礼 我当着她的面吩咐婢女 请大嫂按规矩为我背礼 嫡母瞪着我 你 我笑着打断她的话 母亲放心吧 就算是按规矩背的礼 也不会差的 毕竟将军府富贵 这可是母亲告诉我的 嫡母心中气恼 却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我 毕竟陛下论功行赏时 不但封孙诺做皇商 还赐予我县主封号 这是老太君亲自进宫 为我求来的 嫡母可以随意教训她的庶女 却不能再对县主无礼 我没想到 那人会在满月宴上闹出来 当着我与嫡母的面 正归于上抱着儿子同我炫耀 那富粉和郎已经闯了内饰 跪在床榻下 婢女们乱成一片 正归于立声呵斥道 王淳 你竟敢擅闯我的卧房 你想做什么 看得出来 他对谢一安这位表弟 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前世我也愤愤不平 他母亲与妹妹也就算了 王淳一个表亲 凭什么也要我来供养 甚至谢一安在王淳身上 花费的银钱 比他亲妹妹还多 直到那日 那幅龌龊的画面 如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 我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什么此生绝不纳切 什么爱我敬我 全是骗局 表嫂 你就成全我与表哥吧 王淳哭得梨花带雨 比床榻上的正归于更柔弱 更惹人恋爱 你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表哥已经让你有一个孩子了 能不能将他还给我 郑龟愣愣地问了一句 什么意思 嫡母反应更快 直接一个巴掌打在了王淳脸上 哪来的疯子 来人 还不将他拖出去 表嫂 表嫂 助手 郑龟尹尖锐地喊道 助手 你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嫡母赶紧搂住他 龟鱼 你现在不能动气 这人一定是犯了疯病 娘这就叫人将他撵出去 王淳 郑龟封耳不闻 此时 成婚近四个月的冷带 我一有所指的话语 王淳的恋爱都在他脑海中连成了一线 你给我说清楚 王淳 谢以安仓促反来时 内侍已经乱成一团 王淳被几个婢女按着 郑龟鱼拼命地抓到他 嫡母则在一旁焦急地想抱住郑龟鱼 劝他不要再动气 我离得最远 已经退到门边 归晚 霍瑶听说内侍闹起来了 借着谢家廉金的身份也跟了进来 一把将我护在身后 你没事吧 怎么闹成这样 见我摇头 他这才往屋里看了一眼 随后 惊恐地回头 我怎么看着 撕打得像是个儿狼 我叹了口气 拉着他退出来 你没看错 这满月酒想必是喝不成了 我们先回去吧 经此一遭 我以为正归于定会与谢以安合理 毕竟他不像我 他是嫡出 家中还有包兄 亲娘为他撑腰 就算大龟 日子也不会难过 却不想 他的要求如前世一样 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谢以安连中三元 如今已经是太学博士 前途不可限量 嫡母到底心疼女儿 聂如道 郎君 要不还是让鲑鱼合理吧 那谢以安如此 父亲恼怒道 你懂什么 妇人之人 二皇子的妻族有意 与谢家结亲 谢以安这是得了 二皇子的亲眼 若是 就算是为了大郎 也不能与谢以安合理 提到儿子 嫡母终于掩其息骨 转而劝说正归于 女儿 谢以安已经说了 会将那王淳送得远远的 你已诞下谢家嫡长子 谁还能动摇你的位置 正归于气得浑身颤抖 娘 谢以安 你不觉得他下贱吗 闭嘴 父亲如前世那般 一个巴掌打在了正归于脸上 就算是死 你也得死在谢家 父亲说完 对特意被叫回家的我道 归晚 你劝劝你姐姐 叫他跟你一样 懂事一些 父亲与嫡母都离去了 正归于呆呆地做了许久 忽然笑了起来 正归晚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我明明已经做了不同的选择 为什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这个问题 我也无法回答他 上一世 我也是在谢以安 被请点为太学博士后 才发现他与王淳的苟且之事 我比正归于幸运 但也比他不幸 幸运在于直到我死 谢以安也没碰过我 不幸在于 我发现这件事后 连个倾诉的对象也没有 正归于 至少还有嫡母为他宠谋 可我姨娘早逝 与外祖家也没什么来往 谢氏 更是一家豺狼虎豹 婆母不辞 小姑子只想从我这里索取银钱 谢以安表面注重脸面 不肯挪用妻子的嫁妆 却放任谢氏母女妻我如我 直到我破财消灾 我那些单薄的嫁妆 过门三年便被挪用干净 撞见谢以安与王淳苟合 我第一个感觉 却是如释重负 我不像正归于 我没有退路 所以 我决意与谢家人同归于尽 我神志连如何下毒都谋算好了 可是在动手的前两日 被迪母强压着去将军府探望正归于 他杀了我 也救了我 所以 我对他说了重生后 一一句真心话 正归于 谢家不是个好归宿 说完 我就打算离开 他却在背后又哭又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很得意吧 正归晚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我这里抢走的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正归于回到了谢以安身边 我听说之后 心中毫无波澜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 并且 每次都是他先选的 正归于回到谢家 不但与谢以安和好如初 还主动给谢氏女郎 买了许多首饰 带他出席达官显贵的宴会 很快 谢氏女郎 与二皇子的妻弟定亲了 不知道正归于 跟父亲说了什么 他从正家拿走一大笔银子 给谢家女郎 置办了丰厚的嫁妆 欢欢喜喜地送他出了门 接着 谢以安升迁国子博士 连跳三级 这下正归于成为了 世家贵妇吹捧的对象 国子博士虽然不是什么高官 但以谢以安的年纪 实在堪称精士之才 正归于得意忘形 甚至当着太子妃的面 要我给他端茶 太子妃冷笑着扔下茶盏 这是哪家的夫人 好大的颜面 竟然要本宫的表弟妹 给你端茶 正归于被吓得面色雪白 他这时才想起 当朝太子的生母 乃是霍家那位早逝的姑奶奶 先招人皇后 正归于连忙跪下请罪 可太子妃早已对二皇子一挡不满 借机发作 伐正归于端着茶盏 在花园中常跪 这对命负而言 无疑是奇耻大辱 正归于在花园中跪了半个时辰 瘸着腿被婢女搀扶回去 临走前 他愿读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我问他是不是盯错了人 他冷笑道 正归晚 你得意的时间 不会太久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边关告急 霍家军奉命出征 二皇子的人趁机控制了城门 将我们这些武将家眷都抓进宫中 意图逼宫 正归于停在我面前 他穿着华服 头上簪的 手上戴的 都是价值千金的新首饰 妹妹 你看 赢家还是我 在他出现之前 我已经闭目养神了许久 用霍瑶赠给我的匕首割破了绳索 并借着广秀的掩盖 将他传递给身边的货友方 听见正归于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看他 姐姐 我问出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你为何总是缠着我不放 我过得好不好 与你过得好不好 并不冲突 正归于愣了一下 谁说没有关系 你是输出 你过得比我好 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原来如此 我再次闭上眼睛 我与他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正归于有些恼怒 觉得我轻视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还有人能来救你吗 如今里里外外都是二皇子的人 待二皇子登基 谢以安丰侯拜相 我便是一品告命 我不想接话 倒是货友方听不下去了 一品告命夫人 你很吵 你 正归于还想说什么 殿外忽然响起刀兵相接之声 他愣了愣 转身走到门边 推开殿门 拽了一个宫女进来 发生什么事了 宫女瑟瑟发抖地答道 二皇子逼宫 杀了陛下 正归于嘴角勾起一抹笑 但这笑容还未在他唇叛停留 便听宫女接着道 霍家军入宫秦王 如今正在倾角叛军 他愣住了 不可能 霍家军早就被调出城了 就凭南边那些难成气候的蛮子 霍游方挣脱断绳 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 我二哥17岁就能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你以为如今他们能翻出什么浪吗 正归于摇头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抓着头发 似乎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两辈子都输给你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坐在地上 静静地看着他 我要再选一次 正归于呢喃着 亮亮呛呛地向我走来 在走到我身前时 他忽然抽出一把短刀 对着我高高举起 我要再选一次 下回我绝不会选错 我也抬起手 在他的短刀落下来之前 用匕首将他的手掌定在了圆柱上 正归于痛的爱好 我则是温和地对他说道 姐姐 我嫁入将军府之后 才发现世间还有那么多可以学的东西 我姨娘最喜欢告诉我一句话 既多不压身 所以我学了管家 学了骑马 学了射箭 还跟霍尧学了一点剑术 学得不好 将手上的血字擦干净 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我知道 这将是我与正归于最后一次见面 一切因他而起 但由我来结束 姐姐 这次该我选了 太子登基后 二皇子的党羽皆被清算 谢以安除斩 家眷流放 正归于被押解出京的那天 我没去送 父亲被罢官来寻我庇护时 我也没见 倒是他屡次登门都被我拒之门外 恼羞成怒地在将军府的中门前 骂我不笑时 被我撞见了 我看了看车厢里的御佛 拉住要下车替我理论的霍瑶 对车夫道 走后门 霍瑶闷闷不乐 归晚 怎么能由他败坏你的名声 父亲是因为牵连二皇子一案被罢官的 我见他是不忠 不见他是不孝 怎么都能被挑错 还不如不见 见他仍然有些不愤 我笑着勾勒一下他的小指 我的郎君可是威名赫赫的云辉将军 谁敢议论我 霍瑶的耳锤立即红了 你说的是 我会更努力 让陛下加封你一品告密 好啊 我笑音音的鼓励他 下了车 郑撞见霍瑶方 他与霍瑶打过招呼 便兴冲冲的拉着我说近日圣经的去世 将霍瑶抛到了后面 就不能将你的夫人带走吗 霍瑶咬牙切齿的威胁妹夫 妹夫无辜 将军 您先请 归云堂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嫂作为宗妇 在堂前迎来送往 折牵着侄女围上来 给我看他们心话的下河 进了正堂 霍瑶方松开我 让我与霍瑶先将寿礼奉上 我与霍瑶跪下 对着慈眉善目的老台军磕了个头 祖母 祝您松赫长春 晚安